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周末练经书》,我是金普冲 《周末练经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叫做《人民解放军的真相》 这是八起文化出版书,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 作者是石板明夫先生 石板明夫听这名字就知道是日本人 但是他讲了一口的金片子 我们待会就请他本人来跟我们谈一谈 他写这本书,他的看法对于人民解放军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真貌 在谈这本书之前呢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里面谈到了一个脑科专家他所讲的 他说,现在很流行 尤其在年轻的这种刚出社会的这种所谓工作组 都讲说我们一定要爱自己 就是要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工作 那这句话其实是在媒体上也好 或者是在年轻人彼此聚餐 或者是交换意见的时候常听到的 就变成了一句说我们一定要自我盘点 我们要想办法建立我们自己的事业的愿景 可是这个脑科专家讲说 在这个年轻的世代里面 他觉得他不以为然 就是说这是多么辛苦的时代 这么早就要开始有自己的愿景 然后要有自己的梦想 他就想一想说 你想想看我们在三十几岁的时候 如果叫你好好损失你自己 你大概也看不出什么来了 因为你根本看不出什么 因为光是从脑的科学上来讲 如果你还没有摆脱这个生殖荷尔蒙 其实这个生殖荷尔蒙就是 这个在异性的追求上 你在找配偶的阶段 或者是你要这个繁殖下一代 这个还很旺盛的 这个有这个生殖荷尔蒙的时候 也就是你时时刻想要制造出受人欢迎 渴望自己有好心情的这个荷尔蒙 那你还没有摆脱他的束缚之前 你的年纪其实还没有到有这个功能 能够到巅峰的五十岁以后上下 那个时候才会能够真正的观察自己 这也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孔夫子讲的 就是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遂 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预计 所以你在那么年轻的时候 你要很真正很客观的审视自己 知道你自己人生的使命了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才三十几岁就被要求要提出 对于自己未来的愿景 其实是要求高了一点 你就好像要他们在沙漠上建造城堡子一样 到时候只会感到心力交瘁 无所适从 所以什么谈梦想 谈说要自己最大的兴趣 是跟自己的工作要合一 好像必须要兴趣 你才能够去走这一行 这样的观念 他其实是不赞成的 他说会让你耗尽心力 只是谈论梦想 那他说你看在他那个时代 年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很少被要求 说你要有什么样的愿景 他说我们去工作也不是出于自己 想做什么符合自己自去的工作 这种爱自己出发观点而找到的工作 那你自己只会想要尽快的独当一面 想要做出世界第一等的这种心态 你到社会上的时候 其实你就很容易说会觉得 自己好像这份工作不适合我了 然后就会感到犹豫 而且一心一意还是想寻找 我现在在这份工作里面可以得到什么 可是如果你的立足点不是出于爱自己 那你目光的焦点因为不是自己 所以你即使失败了 你也不会产生这一种好像是受害者 是老板对我不好 这个同仁跟我相处不好 所以你也不会想要讨拍 也不会愤世技术 所以你即使失败了 你也只是为自己要求检讨 要感到应该要更努力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这爱自己这个词泛滥到现在 年轻人反而过得很痛苦 变得满嘴咽咽了 所以他提醒大家 各位在职场打拼的人 他说你稍微冷静一下 听我讲一句 愿景梦想或兴趣 这都是从体内自然而涌现的东西 不是被人要求之后应急出来的东西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 你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的不舒服 是有很大压力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跟大家谈 今天要谈这本书叫做 《人民解放军的真相》 欢迎回到中文念经书 我是金木冲 中文念经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书名叫做《人民解放军的真相》 是八旗文化出版社去年出版的书 那我们今天请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书的是 作者石板明富先生 应该怎么称呼您 叫我石板就可以了 石板兄 您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因为大家一听讲了一口北京国语 您是日本籍的 大家好 我叫石板明富 我是现在产经新闻驻台北的记者 我小的时候出生在中国 我的父亲是日本战后遗孤 留在中国 然后我在中国生长到15岁 在中国的天津 然后回到日本大学毕业以后 然后后来呢 这个金融产经经文之后 又被派到中国去 在中国当个十年记者 今年去年吧 去年正式来常住在台湾 基本上我的中文 那个日本中文是可以 也可以讲话 也可以写作和母语差不多 谢谢 是 这个您是15岁的时候 回到日本才开始学日语 对 所以您的中文是非常流利了 一般如果不主动讲 没有人会想到您讲的是 但是您长期的这个生产经验 加上您后来的这个新闻 从事工作在大陆采访的经验 所以您对大陆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您写这本书 您说过您这个要谈真相 觉得是对于中国最好的一个 对这个贡献 对 就是因为您在那边长大 觉得如果对中国要有什么回报 最好大概就是讲真话 对 那大家都知道中国经过这个 共产党在1991年 这个不是1991 我们说错了 在这个1949年 他这个建国之后 发生了当然很多 大家这个觉得是 惨绝人寰的这种悲剧都有过 对 比如说这个文化大革命 还有这个大要禁的时候 死了几千万人 对 那但是大家对于他的军队 这个过程 一直带有一股神秘的面纱 对 您这本书里面 其实有几个重点 我想第一个想谈的问题 就是说 您的一支讲法说是 这个人民解放经挂着人民两个字 也是他们常常自己夸赞的 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军队 对 但您的说法说 它其实是一个职位的军队 对 就谁如果做到中央军委会的主席 这个军队就属于他指挥的了 对 他不是由人民 对 也不是由其他将官 或者是国防部长指挥 你要不要这过程 大家更加 我觉得 来龙去脉 跟大家讲一讲 中国吧 首先中国在讲 什么都讲人民 但是人民这个概念是非常 非常模糊的 就是说 你是随便找一个市民 说你是人民吗 我也不是他也不是 然后是政府说这些是人民 就是人民 说你不是人 当每个个体的话 你们都不是人民 对不对 就在这种概念 所以说这个 他们拿人民这个词 其实是个万用的 他们想套在什么 是一个永远正义的一个词 那么整个这个国家 就是中国很明显 他叫党在国上 人在党上 对 就是一个党在操纵国家 一切的党的利益 要优先于这个国家的利益 然后呢 这个党呢 其实也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具体是里面一个人 那么人是凌驾在党上的 比如现在是习近平 当然说习近平还远远没有像毛泽东 那么就中央集权 那么掌控权力 但是说基本上呢 就是人 那么所以说呢 人是在党的上面 那么即使中国的军队呢 换句话说呢 就是可以说完全是说 个人在操控的军队 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私兵的一个概念 他私人军队 对私人军队的概念 你也不知道他能怎么会变这个样子 一般任何国家 其他的集权国家也没有这个样子 比如说你说像现在的俄罗斯 其实他还不敢讲说 是这个军队是一个人的吗 这个我觉得啊 就是说现在当然俄罗斯 他已经包括我讲过去台湾 也是嘛 党军嘛 这是党国军队 也是国民党 国民党和共产党 其实他们的组织形成是蛮相似的 过去的啊 蒋介石时代的 甚至更早的 就是说 但是台湾呢 在这个民主化之后 实现了这个军队的国家化 那么但是说中国呢 他是因为共产党 他是就是在1927年的时候 南昌起义 他们把这是国民党的军队 拉出来的一部分 共产党掌控的 这个国民党的军队 然后划遍而形成了军队 所以说呢 他们这些军队呢 当成立之后呢 他们最担心的是 我们这支军队不听话 军下面的军人不听话 所以说呢 他们就是说 先有个南昌起义 是1927年的8月 然后1927年的10月的时候 有一个秋收 9月10月有个秋收企业 这是毛泽东领导的 这南昌企业是周恩来 朱德他们领导的 这两支军最后呢 在这个井冈山 井冈山是属于中国的 江西省的那几个三不管的地区了 一群 这就是等于上山落草为寇的概念 当然他们呢 就是说成立这两支军队会师以后呢 他们进行一条三番改编的 三番改编就把党支部建立在连上 就是每一党领军的 对 每一个连里面都有一个党的组织 所以说党组织就像血管一样 隆隆地牢牢地把军队控制住了 然后呢 这支军队呢 一般都是双手掌制 就是一个军事的首长 比如说一个军长 还一个政委 这政治委员呢 他是掌控人事权的 其实呢 就是军长是指挥作战指挥权 另外政委是掌控人事权 这个掌握人事权的人 往往最大嘛 一个人能不能升职 要看这个政委的 被贬掉 对对对 所以说呢 政委是高于这个军长的 就是而且呢 比如说军长师长团长 都有这么一个双手掌制 这种双手掌制呢 他有的时候是没有 很没有效率的 而且一般的 我在北京时候 也跟很多这个军方的有交流 一般双手掌 这两个人都关系不好 如果这两个关系非常好的 一定想办法跟你调开 因为你们要制衡 要制衡 一旦两个人关系不好 就说上这 没有效率嘛 要决定的时候 你要讨论嘛 就是说没有效率 但是没有效率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 这支军队的话 会牢牢掌控在这个 党的手里边 他不会 所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 成军以后 就是一开始叫攻龙红军 后来叫八路军 从来没有一个成建制的军队叛逃 叛变 这个是根本是真的在人类军史上很难想象的 你想最后国共内战的时候 国民党的军队都是成建制的 在叛逃嘛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他们就是牢牢的把军队 要控制在这个 七十空的党上 党的里面 党是控制的人手 比如说有几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说一个是林彪 林彪在1971年的时候 他决定叛逃 他当时是 他现在政变没有成功 对的 企图暗杀毛泽东 然后来毛泽东没有成功 就是说 然后呢 就是说他想企图叛逃 他当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是党的副主席 国防部长 然后就是军队里边的 就是各个职 而且军队里包括 当时的什么总参谋长 都什么空军司令 海军司令 全是他的人 但是说他指挥不了军队 最后他架一架飞机 要跑的时候 还在机场发生了枪战 人家不把 不愿意替他起飞 没有就是军队的最高的领导人 毛泽东的命令的话 一个就一架飞机 二号人物 一架飞机都指挥不了 对 他那时候是副主委 对 副主席 副主席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2008年的这个汶川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呢 这是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 其实汶川大地震是2008年的5月12号 5月10号 5月6号到5月10号呢 胡锦涛访问日本 我跟胡锦涛陪同的访问的日本 然后他回日本的时候呢 感冒了 回到北京以后呢 一直是身体不好 后来终于睡 5月12号那天下午 他刚刚睡着的时候 地震就发起来了 然后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直接坐飞机 倒个灾去指挥去了 然后他要调动军队救灾 然后军队说 你要军委主席的命令 温家宝打回电话 让胡锦涛就是说发命令 胡锦涛的秘书说 主席刚刚睡着 他已经身体感冒 好几天没有休息了 不拒绝叫醒胡锦涛 结果温家宝就指挥不动军队 一个军队也跳不了 最后人家宝把电话摔掉 说党和人民养着你们 你们看着办吧 因为动不了 就这几个例子就说明 真的没有军委主席的命令的话 一个兵都动不了的 所以你看这个真是很有趣 就是说完全一个人 就这很像古代 那个军服 有没那个军服 你就没有办法指挥军队的一样 这个不是一个分制 完全是掌控在一人 换句话 这也是很危险的 对非常危险 这个背景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基本上就 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是1911年 那共产党是成立到1921年 所以今年正好是他 一百周年 建党一百周年的纪念 那到了这个1924年的时候 这个孙文就是主张 这个我们的国父 孙中山就主张联俄荣共 所以这个共产党就进来了 就跟国民党一起 那到了1925年的时候 这个孙文我们国父就去世了 这时候这个蒋中正 这时候就接手变成 等于是头号人物了 他就变领袖了 那这个他就开始 这个没有办法忍受 这个共产党里面这些掌握 渗透的 渗透的人 他要开始要清党 对 所以他1927年的时候 4月的时候 1927年4月的时候 就上海政变 412事件 对 那这时候这个里面的共产党 您刚刚讲的人就急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自己要这个成立军队了 对 所以他8月开始就 这个南昌起义了 然后有这个秋收起义了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嘛 对对 毛泽东在湖南这边起 可他都失败了 对 那尤其是湖南这个 也就这个草草收场 对不对 他就逃到了井冈山 就后来您讲这一段 对 所以这个整个是这个历史背景 就是说也奇怪 也就因为这样促成了 他把军队这时候 把党的这个机器植入 这个军队之中 就造成了今天现在这个情形 就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人民解放军 其实是只受命一人 对对 就是这个军委会的 对 现在北韩据说也是一样的 也是这个样的 对对 他们这个共产党的军队 都是用这种双手的 那因为他把中共 中国视为老大哥嘛 对对对 所以当然是照装去收 对对对 现在金正恩也是一手掌握 对 而且我发现 比如现在缅甸发生的事情 也是一样嘛 缅甸已经民主化十年了 但是就是因为 没有军队国家化嘛 所以说据说 现在那个军头要退休嘛 对 退休以后可能面临上 国际法庭说他 镇压那个少数民族嘛 所以说他 临退休之前再干一票 然后就干成了嘛 所以说这都是 个人掌控军队的话 往往会 你的民主化也是没有用的 对对 所以这个 所以泰国到现在 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军方还是掌握大半的势力 对对对 所以说美国 我觉得蛮有意思 中国啊 当年我记得 基辛格访问美国的时候啊 那个中国当时 毛泽东就问金锡格 基辛吉 基辛吉 基辛吉后来尼克松嘛 尼克松又水面事变 是 那个毛泽东当时 据说问尼克松 说那个你们华盛顿附近的 八十一空降师的指挥官 是你自己人嘛 然后尼克松觉得一头雾水 对对对 按照毛泽东的是这么想的 对毛泽东要当成敬畏军嘛 对对对对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继续跟这个 石板明夫先生 我们来谈他写这本书 人民解放军的真相 欢迎回到中文年纪 我们今天是跟石板明夫先生 他写的这本书叫 人民解放军的真相 这是八起文化出版的一本书 这个石板先生 那您刚谈到了这个 中国的这个解放 人民解放军 其实就是一人掌握军队 就是中央军委会这个主席 所以其他的职位 代表都不重要 你又是国防部长 海军总是 职位都不要 其实就是你掌握军队 你看林彪 您刚刚讲 林彪事件 就是因为他只是军委会副主席 那时候主席就是毛泽东 对对 那你看这个邓小平的时代 对不对 他这个天安门事件 他可以指挥军队 坦克车开进天安门 也是因为他是掌握 军委会的主席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说 也并不见得 非要有主席这个位置 比如华国锋也当过主席 但是他就没掌握过权力 反而是邓小平的权力比较大 那么邓小平呢 他是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之后 当年的十月的这个中央总会 邓小平就完全退休了 他就所有的职务全部要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还是有影响 还是有影响 然后他1992年的时候 他觉得江泽民这一套这个班子 改革不彻底 再往回走 所以他邓小平南巡讲话 他南巡讲话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几千万共产党员之一 但是他讲一段话以后 全党全军学习 然后就是说 邓小平说谁不改革 谁下台 你普通的党员都玩这话 说完以后呢 当时军队里边 当时军队的秘书长 叫杨白冰 他说呢什么 他说我们人民军队要为改革开放 保驾护航 这会儿江泽民吓坏了 所以你看他这个里面就是因为 他还是因为他自己是军人出身 对 而且他从这个 哪一年一九 他是一九几年开始 in power 就是掌权的 他是在几次 他最后一次 在林彪之后 1978年 78年是再次把华国锋打倒以后掌控权 1978年到1990年代 都是他在掌权的 就像您讲 他即使不是军委会主席 但是他这个时候因为已经 这个后来的这些总数据什么 都已经不是军人了 对对对 从来没有通过军 像江泽民 像这个胡锦涛这些都不是军人 对对对 所以所以他的影响力 他的影响力 对他当时呢 他在这个整个的 就江泽民那套引导班子 虽然江泽民是军委主席 但军委副主席的安排两个 一个叫刘花青 一个叫张震 这都是邓小平当年最信服 最相信的人 邓小平 刘花青当年在 就是说山西和 就是抗战时期 这个邓小平是当时的 这个军队的政委 刘花青呢 是他的秘书 然后刘花青各自高 邓小平当时他的儿子呢 就是邓朴方出生以后呢 为了怕空袭啊 把他放在旁边那个村子里面去 然后有一条小桥 我去采访过 然后呢 一下水 一下雨一大的话 那个桥就被冲走 然后呢 刘花青个子高 邓小平去看儿子的时候 天天背着邓小平过河 这样邓小平呢 邓小平特别顾家 就重视家人 经常去看儿子 所以刘花青经常背着他过河 就是这种关系 一起走出来的 从战场上走出来的 所以说刘花青呢 对邓小平绝对服从 然后呢 当时邓小平虽然隐退了 但是在军委两个副主席 一个刘花青 和一个张震 张震就是说 就是后来解放战争的时候的 也是邓小平的直接的部下 他们两个完全控制住军队 所以江泽民什么还要听邓小平的 所以他们这套军队呢 是完全跟着人 人际关系来掌控的一个军队 那么我想讲一下 就是说 现在后来军队 中国又出一个很奇奇奇葩的事情 就是说军队开始经商 这个是历史上没有的 这个主要是呢 邓小平呢 他要推动改革开放 推动改革开放 1985年 他才军了100人 等于说那个时候呢 100万 因为100万人 100万人 就是所有的整个国家机器呢 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这个时候相对军人就不满嘛 军人说过去我们是特权阶级 我们到哪里都受大家尊敬的 我们有那么多权利 现在都经济建设 没有我们是怎么办呢 所以邓小平就说那你们也可以参加经济建设 于是呢军人就可以经商啊 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 就是说当时他们说这个解放军的这个 总一个叫总政治总后勤部卖土地 是对 然后后勤部卖土地 总装备部 总装备部卖武器啊 是 他们就是每个每个部门都有自己卖的东西 然后就是他们首先军队啊 有很多特权 军队的权利要比警察大吗 所以警察没办法查军车 他们军车所有的油钱都是政府出的 而且运高速费 就上高速也不用交费嘛 所以他们首先做运输他成本要低啊 不用不用油钱不用高速费 而且他们建了很多 他们很多的好的地方 文革的时候很多的大部 这个好的地方就是土地 他们都开始比如说建宾馆啊 建很多东西 然后都可以赚钱 所以军队一下子就开始赚钱 特别是呢 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之后 这个等于说军队的坦克上车 镇压人民嘛 这个对军队的形象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家都不愿意就是当军人了嘛 那个时候呢 你就当军人可以赚钱 就变成这种概念了 所以说呢 这军队呢 就开始中国开始走向腐败的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军队可以经商 这个呢 后来呢 江泽民在90年代末呢 他说出发了很多命令 说军队不可以经商啊 但是就转入地下去了 其实呢 现在呢 很多很多我们看的很多企业 这是军系的企业 这是非常强的 他们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别人 制造不了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我估计习近平很头疼的 还是这个军队经商的问题 是 所以你看他打贪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报道 这个上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古俊山啊 这个贪污 古俊山他在这个河南有将军府嘛 对对 他是这个管联群的 他是后总后勤部的 总后勤部的 他确实就是总后勤 因为解放军在军塑嘛 过去是300万人 讲到200万人 就一直减嘛 所以很多土地都空出来了嘛 这些土地 他可以卖给民间嘛 那当然说 大家想便宜买的 就是送钱嘛 就贿赂 所以你看他 我书里面讲的 就是说他这个被 被拉下马的时候 这个去他里面 等于是像很像和珅 当年乾隆的 这个宠臣 对 他在那个将军府的地下 非常广大的一片地下 地下全是金银财宝 里边就是说有什么 毕加索的画 还有什么金的脸盆 各种各样的 杂乱无章的堆在那里 还有无数的现金 还有这酒啊 这些 好酒都是那里的 然后 听说都是晚上搬 搬了一个晚上 搬不完 对 往外运的时候 军车 开了很多的卡车 然后白天不好意思搬 因为 怕老百姓 对 看到 然后晚上搬 搬个好几页 好几页的 然后还有呢 比如说还有一个 很有意思 就是说 有的 有一个将军 他 许太后 许太后 对 他被抓起来之后呢 来搜他的家 搜他家里边呢 有别的人送给他的瓷海 你知道大的字典 然后呢 那个瓷海拿出来以后呢 打开里面是美元 是这 书被掏空 是美元 然后呢 都放着美元 还写着一个中将 要提上将的一个信封信 许太后 本人没有发现 送给他瓷海 他就个瓷海 就放在书架了 以后来中纪委 进去查的时候 才把这个美元翻出来 然后送礼这人 有名字 就给抓起来了 送礼 当场人没有 他因此错过了 升官的时机 因为他没升上教 对对对 好事没赶上 坏事赶上 对 就会出现那种情况 我们休一下 回来继续来谈 人民解放军的真相 这本书 欢迎回到周末念经书 石板先生 我们刚谈到了 就是说 其实先军政治 这个字啊 其实我那时候 还没有接触 大陆这些军事的时候 第一个听到 是从北韩这边听到 对对对 北韩从金日成开始 这个 金正日这些 都是一直到现在 金正恩 他们的政治 到今天为止 还是先军政治 就是军人享有 最好的特权 一切都是以军事的 这个 优先考量 中共刚刚建国的时候 他们也是 其实都是军人 打在天下 所以他们共产党 政治局常委 下面政治局委员 二十几个 有一半是军人 那后来呢 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 比如像 那个许世友 他是广州 军区司令员 他这个位置的人 都可以当政治局委员 那么就是说 就是军人很重要嘛 现在想就是军队的 一个地方的军的 一个军头而已嘛 就可以到 但是现在呢 自从这个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以后呢 军队的影响 一直退出 而且最早 我看您书里面提到 最早是毛泽东 在林彪事件之后 他开始就有警戒了 因为那时候你讲 军队里面 都是林彪的人嘛 他要开始肃清林彪的势力 所以他把军队的重要性 这些军头的重要性 开始把它淡化 而且呢 特别是邓小平上台以后 邓小平上台 要改革开放 你在国家的领导人物 放那么多军人 军人就是想打仗嘛 放那么多军人 他就开始淡化军人 那么慢慢慢慢的 后来现在中国的军队里 首先政治局常委 现在七个人 没有军人了 没有军人 然后下面25个人的 有两个军人 就两个军委副主席 是可以上 二十五分之一 二十五分之二是军人 已经比例占的 很小很小的了 但是这个在全世界 比起来还是大的 比如说过去的 现在中央委员 有二十 两百多人 两百零五个 其中的军人就二十多个 大概占百分之十 但是外交官就两个 所以说呢 大家就是 大家说你这个中国的话 外交 不重视外交吗 所以说你跟中国外交部长 谈话 基本没什么影响力 他们军人的影响还是大 跟国际社会比还是大 但是和过去比起来是小得多了 小得多了 特别是呢 这个邓小平也是一辈子 他也是属于马上的皇帝 也是军人出身 一辈子打过很多仗 到了江泽民就从来没有当过军人 所以江泽民 那个有人就 当时有句话叫 参军要学江泽民 因为江泽民参军第一天当军委主席 参军 他只当党主席书记以后 参军就当军队头 这个 所以说江泽民之时以后呢 他对军方呢 实际上军方看不起他 就是说你指挥的话 你是外行 没有战功 所以说呢 而且江泽民 他那只阅兵到现在也是啊 就是邓小平 毛泽东阅兵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会穿军装的 因为他们当过军人嘛 但是说呢 江泽民 他们都不好意思穿军装 没当过军人嘛 所以穿着一个 看像军装 又不像的一个 绿的一个中山装的形状 每次阅兵都穿那个衣服出来嘛 就是让人觉得 不跟不类的样子 他因为他穿军装不合适嘛 从来没有入伍过嘛 那么江泽民也是 胡锦涛也是 从来没碰过军队 就是 到了习近平 他那什么 他年轻的时候 他清华大学的三年级 刚毕业 就做耿标的秘书嘛 正确的说 他毕业没毕业 他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啊 就跟不上啊 他是 习近平啊 他是一直下放嘛 15岁到22岁下放 23岁进大学 他下放一段时间 还这个跑回来啊 跑回北京 对 跑回一个 也是清洁工 然后他当农民嘛 他那时候 爸爸习中心是被冷冻 被清算 对对 几乎是 然后呢 他回来 他爸爸回来以后 让他上清华大学 上清华大学 那是中国流行 这工程师理科 特别火 他上了清华大学 化学系 化学系 我根本跟不上 你根本七年当个农民嘛 然后呢 据说他 他一个好朋友 这个同方叫陈希 这个陈希呢 他也是跟他同学呢 来之前呢 是在福建 当这个化学老师的 高中的 他懂点化学 所以说呢 他经常给习近平抄卷子 可以考试让他抄 到了大学三年级的 习近平抄都不会抄 因为化学的公式 看半天也不好学 明镜是在大陆是 对对 我是采访他们很多 清华同学 采访我们清华同学 所以习近平后来 就干脆他大学三年级 就不干 不上了 上不上学 就去当耿彪的秘书 给耿彪提包嘛 当军委秘书 秘书 军委 当时军委秘书长的秘书 然后呢 基本上他做了三四年秘书嘛 这段时间 他是穿军装的 穿军装的 而且呢 还陪着耿彪去访问过美国 对 这有这么一段军事的经历 而且那时候 中越打仗的时候 他还有 也那段时间还是军职嘛 对对 有一点关系 有参与一下 幕僚作业了 对 有一点 对 包括这个中国 中日习近 那个邓小平在1979年 78年访问日本的时候 那个钓鱼 钓鱼台 钓鱼台附近 有很多中国的渔船进来嘛 那个叫万洲齐发作战 是耿彪指挥 给日本施压压力 据说习近平当时就参加了 所以习近平上台以后 一下子又来了一个 亂周期 年轻时的经验 还有 就是习近平的后来呢 他是 他自认为比胡锦涛和江泽民 强的地方是呢 我年轻时候就当过军人 所以他呢 总是这一点 他认为他的经历上是可以的 他是在军队里边 他觉得 实际经验 对 有实际经验 作战经验 对 所以呢 他敢改革 还有一个呢 他有一个很好的盟友 叫刘元 这刘少奇的儿子嘛 刘少奇的儿子的话 也是太子党嘛 他们两个一手 所以说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 都不敢从事 没有碰军队 只有他动了 对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谈一谈 习近平所做的一些军事 哪些改革 对 欢迎回到周文年军书 我是金木冲 我们今天是谈这本书 叫人民解放军的真相 作者是石板明夫先生 石板先生 我们刚刚谈到了 就是说像江泽民 胡锦涛 他们都没有军事背景 其实对军方的事情 他们也无从插手 但习近平因为他自己 有过这一种参与 军事的经验 所以他一上来 他比这两位就敢了 对对对 他其实做了蛮大动作的 一些军事改革 也没跟大家谈一谈 他等于是把他原来的指挥 指挥的系统 整个东西拆解再重组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不管是江泽民 胡锦涛 我对这两个人多一些研究 他们两个到了 就是出最后年轻的时候 哪怕到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 都没想过自己能当国家主席的 就是突然各种 不去江泽民 对各种各种阴错阳差 他去就突然间不上去 江泽民是因为天安门事件 对对对 他没处理好 所以说年轻的时候 他们就没什么想法 上去以后 也就是从善如流了 自己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就很好了 习近平 他首先他是太子党 出身父亲就是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而且从小学习毛泽东 而且他一上来 他就是从年轻时候就耿标当秘书 他一上来就想着 年轻的时候就想着 我如果当国家领导人 我要怎么改革 这个动机他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他一上来以后 习近平他一上来 他上台没多久 他第一个就开始抓军队的改革 这个改革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 就是说习近平他首先要把自己形成一个 变成一个毛泽东式的一个 一言九鼎式的人物 我们要抓权 抓权的时候呢 军队呢 就是说当时解放军有四总部 这是建军以来 长期以来的 就是一开始三总部 就是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总后勤部 后来呢 后来加一个总装备部 对 四个总部指挥军队 但是说换句话说 这个四个总部的头头都是很大的 权力都是很大的 各自都可以做诸侯的 一方之八 对 所以习近平觉得呢 你们这权力太大了 不好 就把这四总部砍掉 砍掉以后呢 然后呢 他就变成15个总部 是 15个总部 有人就说在一个公司里边 你把那个部长全部砍下去 全剩下科长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再做一个老板就好了 这个科长权力没有那么大 但是说这个老板指挥不过来 而且互相科长之间的 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吗 没有中间管理层啊 这个 所以军队的效率变得 效率变得更差了 这有很多人讲了 讲法 还有一个呢 他把这个军区 中国过去有七大军区 然后呢 他砍掉两个 变成五大军区 把兰州跟辽宁 对对对 沈阳 沈阳军区跟兰州军区 他一开始想把这个砍掉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呢 他就是把一个徐才厚 徐才厚外号叫东北虎 这是沈阳军区出来的 还有一个西北狼 还有一个西北狼是郭伯雄 这两个军区就是 周围都是两个人嘛 习近平觉得 我要把这两个干掉的话呢 你们这两个 这铜墙铁壁 破不尽怎么办 我把你们两个军区 给化解掉 是 他就想把七个改成五个 但是这两个太重要了 一个是面对着俄罗斯 面对着朝鲜半岛 这沈阳军区嘛 这个东西你怎么砍不掉 然后呢 安州军区也整个西北 现在反恐的形势也很严峻 是 也砍不掉 所以他既然话说出来 最后 周围伯雄呢 把济南军区和成都军区 两个无关紧 砍掉了 所以说呢 变成五个 而且呢 他这个变成个什么呢 就是说 他改名字 东西南北中 东西南北中 所以军人管他叫麻将改革嘛 麻将里面这么好 对对对 这五个都有嘛 东西南北中 结果呢 等于说现在这东西南北中呢 有就出现很大问题 比如说战系 比如说他的西部的战线的 阿德太长 管的地方太宽了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中印 这个边境 中国印度边出现问题 说如果过去的成都军区还在的话 这个可能就就不一样 等等呢 就是类似这种的大的这个改革呢 其实呢 就是说 确实把军队改变成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说呢 到底这个是效率提高的呢 还是降低的呢 这个中国人民体防队战力增强还减弱 还不好说 所以他这个跟江泽民跟这个 胡锦涛比起来看 因为这些人上来 当然会想办法提拔自己的核心干部 等到这些人成了气候 就正好他要下台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两个人 所以习近平一上来 你看他敢动的话 就趁早 对对不对 他把他这个整个一改的话 他就直接掌握住了 这是他跟前任大不相同的地方 所以他野心不一样吗 就是那前两个都是没有想好 就突然上去了吗 上去以后先要熟悉环境 然后一点点的 他先要和大家搞好关系吗 这个恐怕跟他这个成长的经验 有很大的关系 对对对对 因为他自己的家庭背景 他就是所谓的太子党 对对对对 就是这老一辈的 自称红二代的 他们都现在 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是 他们说要在 有一个三五 2035年 对对要把军队现代化 对对对 2050年 大概正好是建军 将101年了 对对对 要变成世界一流的军队 这其实就是他整个的一个 所谓的企图心 其实他们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欧洲的国家 跟美国开始都把他视为威胁 就是因为他这个 是对外扩张型的 这是过去其实邓小平江泽民 这是防守型的 但是对于在国内的话 他国内政治 我觉得他的收效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百年国耻 所以所有中国的人民 这个中国大陆 大家都经历过那一段 都觉得这个所谓 像民族复兴这种口号 为什么能够那么吸引邻居 其实他也是在内政上 做他的一种这个所谓工作 其实这个炒作民族主义 这个是某种意义很有效的 但是也是一个双刃剑 是双刃剑 你将来要面对的 就民族主义会很容易失控 对对对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 十百民夫先生来跟我们谈 他这本书叫做 人民解放军的真相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我喜欢103 我喜欢 radio 拜拜